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戴伟山 早晚安 大家好 立法委员王玉敏 大家好 国民党台南市议员谢龙介 大家好 国民党新北市市议员参选人唐慧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7月3日13位立委全员通过弹劾吴茂坤 然后里面包括马银九提名的 也包括6位蔡英文提名的监委 但是呢 这6位蔡英文提名的监委 也同时发了一个协同意见书 就是说我同意弹劾吴茂坤 但是呢 我对于调查的结果 我有一部分的内容 我持保留态度哦 你们调查的不够充分哦 好 这个是一点 另外呢 已经讲为什么弹劾呢 因为它有为利益冲突回避法 公务员服务法 怎么讲呢 第一个 公务员不得担任有限公司执行业务股东 所有股份总额不得超过 投资公司股本10% 可是吴茂坤已经显然超过 他占总资本20% 第二 你侵害东华大学的专利权 你没有东华大学的授意同意 你就用校长名义 把专利权给了别的公司去申请 然后呢 你还动用东华大学80万元的钱 去让去付那个施配恩公司 申请专利的钱 所以你违反了公务员服务法 第六条 然后你违反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 第六条 还有第七条 你违反了这些法 想想看哦 4月18日 徐国勇 他怎么样维护吴茂坤的 他说吴茂坤 以他的学术成就 如果是爱钱的人 根本就不用回台湾 行政部门是依照证据讲话 吴茂坤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显然是不是打脸了吴茂坤 也打脸了支持他 推荐他的赖清德院长呢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协同意见书 而为什么这些民进党提名的人 他又赞成弹劾 然后又说 你的内容我不同意 叶奥鹏委员 我想这个问题啊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我本来是 一开始接收到这个讯息说 他们全票通过 而且还有这个 蔡英文提名的监察委员 我认为说 你再怎么叛逆 你再怎么否定这个体制 你到走进这个体制来 你就会觉得说 兼的有这个监察权 有这个实行的必要 可是现在我看你在 他们在实行这个监察权的时候呢 实行的不甘不愿 然后又想要对这个蔡英文有个交代 毕竟今天吴茂坤的事情 最应该负责任的就是蔡英文 是他提名的 当然虚国勇也难辞其责 他固然不是他提名 他还帮他背书 整个社会的观感通通都不好 那么我今天必须要讲 这几位协同意见书 第一 协同意见书 监察院没有这个权利 绝对没有这个权利 这个是大法官会议才有 法律规定的 你监察法实行细则 你翻过来翻过去 从头翻到底 绝对没有协同意见书 我知道他们是说 因为他所提的弹劾理由里面 一个就是说没有利益回避 然后这个持有补福分没有报名 另外就是说涂利他人 他们对涂利这一部分 他们有意见 涂利是属于刑事罪名 有没有刑事罪名 这个是属于法院来判定 不是监察院不判定这个 他只是论述事实 提案委员只是就事实 加以论述而已 那么你可以认为他认数不够明确 你不同意 那你就反对 你同意你就赞成 你其他的审查委员 只有同意跟赞成的这个空间 没有说来提一个协同意见书 这根本就玩弄法律 去践踏监察权 这一点是不足为取的 这个反而变成话虎不成反内其权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 我们希望他将来能够进入监察院以后 不要招他监察权 好好的运作 依照法律来运作 维山你怎么看监察院弹劾吴茂坤 前教育部长而现在教育部长这个位置已经空缺了一个多月了 是当然我们还是尊重监察院这个弹劾的决定 毕竟他是依法行政 那在某一些这个状况上面确实他也是有一些疏失 但我想要强调一下就是吴茂坤教授他在这个地方他会有这个行为 其实他也是急着要去申请这个专利 那申请之后其实这个专利权还是在东华大学的手上 那在申请的过程中其实在他们研发处其实都是清楚的知道 那所以他并没有因为这一个案子所以获利 但是他是急于要帮学生来算是帮他们创业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土利的状态 但是确实在行政上有所舒适 我们也应该要进行相关的陈处 那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我想吴茂坤这个案子我们在立法院追了这么久 刚刚这一位这个 韦珊 韦珊你讲的其实不是事实 东华大学的校长自己都出来说 他不知道吴茂坤有私设公司的这件事情 所以吴茂坤是从头到尾只手遮天 自己还去领了你看他80万 这一份监察报讲的非常清楚 他表面上以为说是要帮东华大学去申请一个美国专利 所以大辣辣的自己合了一个80万 结果这80万是拿去什么给自己的施配恩 去申请自己的公司 所以才会从头到尾 东华大学都被蒙在鼓里 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个人的操守来讲 这个是违法吗 当然也是失格啊 你从头到尾就是有私心嘛 你自己成立的施配恩就是想要把这个专利权挪到这一家私人公司 自己来用嘛将来这个授权 然后自己这个专利都赚到自己身上嘛 那是东窗事发被我们在野党去揭发不断的追打 今天才会有监察院这样的一个调查 那我觉得最该道歉的我在立法院咨询过赖清德 我说五毛困状的人是我在5月4号咨询他 是谁任命的 他自己很有概念的说人是我任命的 我负责 他脚电话现在回来了 我请问赖清德院长 现在你任命的这位教育部部长 竟然被监察院弹劾 请问你负什么责 到目前为止只有发言人说一句尊重而已 请问赖清德院长 你要不要出来跟大家道歉 说你事人不明 你当时误用了吴茂坤你没有调查清楚 用一个人格操守这么有问题的人 来担任教育部部长 应该要出来道歉吧 赖清德院长现在没有任何回应 但是吴茂坤勇敢的回应了 他说委员在不全然了解学校专利运作下 做出弹劾 哇原来是监察委员的错 原来还没有错 我深表遗憾 自己帮助学生创业的初心不曾改变 所以龙介兄 我要跟你说一下 这个专利不在东华大学手上 如果这个专利是在东华大学的手上 他就没有事啊 今天不会过半 今天监察员不会弹劫他 是在施佩恩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是他在搞的 那么在这个节目我们就说过了 当时就说 整成功都三五的人 吃泰国 你知道吗 我当时是人家的 他的朋友 跟我说两个就要讲到减 我说不是讲到减 你觉得他很清晰 第一次监察委员 监察的时候 他就已经投百一百六十几万回来了 那是在学校纪念的钱 他因为不懂 已经刑罪了 这次是第二次 第二次是专票和贪黑通过 我跟你说 今天不是五五分的问题而已 是你回来后 你自己的问题都在做的 别说你孳心自用 我们同期是跟你说 为什么插英文到六千点 拜这个局 重点就是官党面 用一个泰国春花的 配一个官党面 今天他们特交目的 最后犧牲一个五五分 没什么啦 这个局显然 农界已经一语道破了 董哥 就吳茂坤弄完以后扔掉可以了 可以啊 一个人品这样子的人 但民进党其实这么等闲的 死的政党 他们今天把张农卫 判刑定院八年 你可以看 马上还颜色 对 林内 因为焚化炉已经炒了多少年了 至少十五年以上了 我现在把你定案 所以 是要盖过这个事情吗 当然是啊 在媒体效应上 把他把这个事情盖过 而且你妹妹要选 英零县长 张立上 所以你可以看民进党 是有一些东西是在操作的 但是吳茂坤 你想监察院把它列出这几条 根本不用 第一条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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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个叶伟岩 对 当过两届监委 他这个最清楚 第一条什么 你外面开公司 超过百分之十就不行了 公司你有百分之十 就已经构成了 因为全中华民国的公务员 都必须遵守这一条 都必须遵守 很简单 过去国民党中常委 韦伯涛 韦伯涛当过主记长 对 联赞的主记长 对 这一条就被谈合过了 还有林锡山 立法院的林锡山也被通过了 对 以前那个台中 高队行政法院的法官叫刘席贤 也通过了 新竹地方法院的法官叫盧毅论 也通过了 都是超过一点点 都够了 何况我们看吴茂坤 这个是非常严重 我觉得这些 这六个什么协同意见书的监委 对于监委之前不清楚 而且最可惜的 里面还有大学法律系教授 杨芳明啊 姚立凌的太太 当过台北市政府 法制局长 又在东山大学 当法律系教授 你看这些 他们对自己的贤责 应该搞清楚嘛 你只要第一条就够了 怎么在那边讲那么多话呢 何况他还把人家的专利 记为己有 那就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根本就是不配做一个老师 老师怎么会把学生的东西 你把它记为己有呢 所以我们今天看喔 这个问题 它其实是基本的 那种人情毅力 这个在法律上 早就通过了啦 朱委员 所以说 我说 你赖清德谁不找 怎么去找吴茂坤呢 你探听一下就知道啊 恶行昭彰 不要脸到极点 所以说你看看嘛 他唯一的任务就是 来把管嘛 是吧 所以说在我来看啦 这个 这么简单的法律尝试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规定的非常的硬性 只要你超过10% 是吧 而且他是占了20% 这个就是不对嘛 这个很简单的 所以说我觉得很奇怪 还写什么协同意见书 这个叫国伪序雕啦 国伪序雕 所以说呢 所以在我来看就是说 至少监察院能够全票 以13比0通过 还是一件可喜的事 表示说 监察院啊 还有再发挥一点 基本的功能 考一点公道回来 表示他们有最起码的底线 虽然有那个协同意见书 要跟长官交代 跟上面交代 可是我底线还是不敢不同意 对 这些人啊 我如果不同意 真的 法律就摔倒了 就是这样子了 那但是 我再次要补充一下啦 至少监察院这次的表现啊 比我们的司法院的院长 表现得太好了 前瞻计划 对 对吧 就把那个夭杂 然后把自己的学术良知都给卖了 他以前出的 是吧 法律见解跟这次完全不一样 对吧 所以说包括什么 最高法院的终审法官 全部都改成特任官 这真实的 所以说我看啊 司法院要加油啊 否则司法院长早点下台吧 台大华立人给卖了 做一个农业的主管 当你看到台湾的农民哀哀无告 每一个水果 水果一出来就盛产 然后就狂跌 轮流跌 你该怎么做呢 林聪贤 当然他说 哎 你没看到我到处我在产地吗 我都晒黑啦 然后他说火龙果恐怕会变成下一个生产过剩的牺牲品 结果果农就说如果林聪贤你这么英明 可以预测到火龙果会价跌 那如果价格真的跌了 林聪贤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农民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没关系 林聪贤说 我有三支箭射下去 保证水果价钱会稳 第一个我内销 第二个我外销 第三个我加工 我三箭齐发 怎么样 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的是 坦白讲 虽然是中国字 可是这些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建立旗舰物流跟区域冷链系统 运用民间资源 然后建立产销稳定机制 这些不是平常就应该做的吗 可是农产外销业者说 消费紧缩 直接促销团购 不减少一成就不错了 而且现在已经可以做直购 也很多人做 你为什么政府你要跑出来做 然后你讲外销 南韩是很喜欢凤梨的 很喜欢我们台湾的凤梨 但是我们进口到南韩去 关税要30% 南韩也很喜欢台湾的芒果 但是台湾芒果你用的农药呢 在南韩你要延伸它的使用申请 现在还没有通过申请 所以台湾的芒果 因为用的那个农药在韩国 没有合法 所以你也不能够外销到韩国 面对这些外销的困境 你政府又做了什么事情 以前木瓜 以前是好的时候一公斤 40到50 今年剩下3块钱 40到50 今年剩下3块钱 难怪凤梨农要跑到台北来抗议 当发生这个产量过多 供过于求的时候怎么办 很明白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叫做关税 第二个叫做市场 现在已经把两岸关系打坏 所以这么关键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你去跟其他所有的国家 签FTA 在服贸货被挡掉 然后两岸关系又不好 你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下 那是原木求鱼 所以你所有的农产品的外销 你都比人家高了20到30%的关税 今天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 还有脸在立法院讲 我们就是要解决关税的问题 对不起 但是两岸的关系不好 你关税的问题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 第二个 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观光问题也是一样 所有的政府解决这些东西 怎么解决扎钱 我用老百姓的税金 我去收购嘛 我去补助你嘛 我看到他那个收购措施 我感觉真好笑又真可怜 为什么真好笑又真可怜呢 你去看他的价格 上品一块三块 一块三块五块 你说我政府补助你两块 请你合作社用八块钱 去把凤梨买过来 然后把它放去这个加工品 变成加工 问题是人家的加工品 不是去买上品啊 人家只要买次级品 就可以去做加工了 请问你补助他两块 对他到底有什么功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整个袖斗 他只会啊 花钱砸补助 就像我们等一下要谈到的观光问题一样 现在没有观光客来怎么办 好我就花纳税人的钱 去补助你包机 问题是你包机的观光客 背水车薪嘛 你不重视两岸之间的一个大格局的问题 你用这些小恩小惠 没有用 没有办法取取 好 台湾的水果 今年会盛产 应该半年以前 去年应该就可以预料得到 今年会盛产 那都没有准备 农委会 一把手二把手 都不是农业的专家 然后在接下来 大陆的市场 现在显然被打烂了 龙姐 我准备 就是说每一年 香蕉 材料 11个月前材多少 就知道 今年五六月 香蕉会多少 那凤梨也一样 可是呢 因为农民看天吃饭 幾乎在春雨到梅雨之间 往年都会有一两阵大雨 暴雨 那会打掉大概三层 所以农政单位就侥幸 在那等 沒關係 沒關係 不用准备 人家都爆了 香蕉材多少 鳳梨材多少 沒關係 不用准备 不用准备 會漏 剛好二月到五月 都漏漏 死了 五月幾個拼出來都熟了 要怎麼辦 金蕉我賣兩千幾乘 我兩天FB賣兩千幾乘 今天服務所給我帶一百香 你什麼時候給他行啊 他就沒辦法 因為我一香十五公斤 賣兩百塊而已 兩百三十 他沒有了 但是今天航口 已經起來一公斤十四塊了 這樣好 對 他就很哀怨 他說過去可以消大陸 我現在不能消大陸 一哥以前他就 我現在已經水服一千多萬 他重很量很大 他五十公尺 是啊 然後還有一個鳳梨王子 叫楊宇環 他說你們那些大官 不用再表演吃鳳梨了 好 好